国防大学前年将爱知感染者阿力退学 立法院今天邀请国防大学机管署和专家学者进行协调 原本传出国防部和卫福部两位部长 日前通过电话后不会开罚百万元 不过机管署一开始就表明 歧视事实明确一定会开罚 林部长跟我打的电话 他所表达的意思也是非常的确定 说这个是一定要罚 这是绝对要罚 这也是百分之百要罚 国防大学则是回批 卫福部的认知有偏见 还借媒体炒作新闻提出严正抗议 卫福部他一直在强调说 歧视这个字呢 我是表达很严重的抗议 他后来是因为被查到 带电脑违反治安规定 然后呢再去拿别人的这个电脑 来受捡然后又顶撞 虽然两个单位各说各话 可是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 这是重批国防大学做法有瑕疵 让艾滋防治条例心同虚设 一个人要意识到自己的歧视 跟承认自己的歧视的存在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很可惜我们的军方体系 好像到目前为止都还搞不清楚 自己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 目前所有的大学里面 有相当多的艾滋感染的学生 但是学校并不知道哪一位 那学校如果知道 都是学生自己告诉他们的 即使各方批评不断 吴万教还是强调 军校学生未来会成为军中干部 要求的标准就必须严格 对于偿还学费的部分 如果阿力愿意分期付款支付 国防大学还是可以开立学历证明给他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 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惠客室 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N公民行动引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的网站 我们会直播之后 会在公库及PNN的网站上面 我们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灿烂时光惠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大家去看一些社会运动 或是一些社会争议 社会冲突背后的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的议题 以及它更深层的一种政治经济 以及文化的因素 我们知道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做了一个宣判 这个宣判事实上是国防大学学生阿力 因为被退学 被退学的原因 其实很多人认为说 这是因为他感染了艾滋病 所以他们就要去 所谓的国防部就要去做退学的这样一件事情 可是在现实上面 国防部却说不是因为艾滋病的因素 而是其他他本身的这种所谓的品性 或是在超新上面有一些问题 当然这个议题也引发了 为福部的关注 甚至也要求他们应该要去重新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最后也上了高等行政法院来进行行政诉讼 不过行政诉讼的结果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阿力一来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学校里面去就读 也引发了艾滋就学权益的一个问题 今天节目要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那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 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林一慧 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一慧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想是不是你先跟我们谈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案例 因为这个案例事实上 从2012年就已经发生 已经经过了这个4年 那这个4年来的整个案例的发展 来龙去脉大致上是什么呢 好 其实所谓的事件最一开始 然后看大家怎么定义 因为2012年的这个年代 发生的事情是 阿力他们学校进行学生的身体健康检查 那身体健康检查的项目里面 有包含艾滋病这项 那检查结果出来了以后 因为他们是军校 所以他们就在军医院做这个身体检查 那军医院就把这个检查的结果 就通报给学校了 所以其实2012年发生的事情是 阿力这个孩子知道自己感染艾滋 这也是他在入学的时候所做的检查 没有 他那一年已经大三了 已经大三了 然后2012年那个时候检查出来的时候 因为医院是直接通报给学校 所以其实阿力他自己本身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有感染的人 反而是后来学校的老师带着他回医院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然后去看医生 那个时候阿力自己才知道自己的状况 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 就是别人比当事人更早知道说这个人有艾滋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理论上医院对于每一个人的艾滋检查结果都不应该要让任何其他人知道 除非这个当事人有同意这件事情 这个难道没有违反包括个资法或者是像医疗法或者是其他跟爱滋权益相关保护的这种法律吗 其实应该是有 可是因为我们当时有试图要处理这个部分 那国防部那个时候有提出他们一个内部的一个作业标准 说他们的这个军医院的这个对于对于军人 其实阿力是不是是个军人 这个这个身份上他应该叫军校生这样子 那军校生还不 他可以算是准职业军人 可是还不是百分之百的职业军人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总之我们当时有试图要处理 可是因为国防部提出了一个他们的内部规则 说他们的同胞是有依据的 他们只是照他们自己的内部规则去走而已 所以要争执的就是那个内部规则 有没有抵触上位的法律原则 或者是规范 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确定的 因为上位的法律其实规定的还蛮清楚的这样 只是呢 那个时候就是行政机关并没有很想要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被割置了 对是2012年发生的事情 那后来的发展呢 在这个部分吗 对 在阿力知道了自己感染之后 因为学校也比他就更早就知道了 那所以呢 学校其实开始有一些人开始不断的约谈他 那他们的说法是 就是我们要关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以及他的心理的状况 给他事实的这个支持啊 辅导啊这样子 嗯哼 讲出来的话是这样子没有错 可是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一个学校学生 对 那如果你每天你都会被学校广播说 你会请到哪里哪里去找哪一位老师这样子 那所有的同学都会觉得你很奇怪 你一定有出什么事情或者是你怎么了 这样 嗯 那从这个部分开始就是他开始渐渐的在同学眼中 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他你一定有问题 不然老师不会一天到晚约谈你 然后还有就是在学校生活的其他的层面也都开始出问题 例如说学校要求他在那个学生餐厅吃饭的时候 他的碗盘不能跟大家一起共用 必须要分开独立清洗 那因为他们学校的学生是全部都住校的 也要求他衣物要分开清洗 然后之后2012年之后进入6月之后 他们学校开始游泳课 那也要求他不要上游泳课诸如此类等等的这样子 也就是采取一个隔离的政策隔离的方式吗 对可是他们说他们对他很好 嗯 就是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他好这样 嗯 那这个这个是一个呃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有机会讲一下 就是呃这些注意事项到底是不是需要存在的 对于一个爱子的感染者真的有必要要这样对待他吗 那这样他这真的对于预防爱子传染有帮助吗 等一下我们呃有机会可以提到这样 那总之在这样子的被对待的的方式里面 阿力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就是他每天都压力很大 身心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就是住校 所以你其实呃除非放假 否则你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环境这样 嗯嗯嗯 呃后来发生的呃9月发生的事情是就是呃之后造成他被退学处分的直接的行为原因就是他违反学校的规定 带自己的电脑进学校使用这样子 嗯嗯嗯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呃军校其实本来有比较严格的学生的资讯安全规定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没有错 那但是事实上呢大部分的学生都会自己带自己的电脑进去做作业 嗯嗯因为学校的电脑就是做出来的PPT不好看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正常 但是呢呃而且很多人其实不见得有报备 但总之呢被抓的人就是阿力 嗯然后呃阿力那个时候呢 他不愿意把他的电脑交出来给呃接接受检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的电脑里面有很多他上 嗯他上比如说像我们权益促进会的网站 看爱字看爱字的资的资料 或者是他透过他的电脑跟他的呃医院的爱字客管师聊天的一些对话的记录都在他的个人电脑里面 所以他不想交出他的电脑嗯 对他很害怕呃 嗯交出去之后他就会曝光这样子嗯嗯 所以呃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这个冲突的肢体上的冲突这样子嗯嗯 然后所以他这一次被呃就是行为上叫做资安危机事件 但是后面被加重处罚的原因是因为他顶撞师长 行为态度不佳呃不堪为这个同学的表率 因为他原本是有一个这个干部的身份这样子嗯嗯嗯那是后面这些东西全部加上来之后他又被呃加重处罚 之后他的操纪成绩就被扣到不及格这样子嗯嗯嗯那所以呃呃他真正退学处分成立是在2013年1月的时候嗯嗯嗯嗯这其实听起来呃在国防部的这个这个就从学校里面的角度来讲会觉得说其实我是 做这些隔离其实是为了你好 然后可能也要为了整个军校的同学好 那也说我是一个妥善的照顾 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常常隔离本身就是一种 歧视的实际的这种一种举动 那这当然会累积非常非常多 在心里上面的不舒服 甚至因为你隔离的 你会变得不同别人的异样眼光 恐怕也会更加深 不过我觉得我想进一步谈一个问题 就是国防部会有这样一个做法 它其实出自于某种对于艾滋病的想象 那这个想象事实上有两个部分的问题 可以再继续的讨论 就是第一个 艾滋病真的是像国防部所想象的这么可怕吗 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谈到的这一些 所谓的把它隔离 或是另外对待的这些行为 难道没有违反一些相关的这种法令吗 把它隔离的行为 有没有违反一些相关的法令呢 或者是根据一本我们对艾滋的观念 因为我们的落差跟从 对对 因为有没有违反法令 然后我们的法令说真的规定的非常的粗糙 它就是讲你的就学群要受到保障 然后你的就业群要受到保障 你的就业群要受到保障 就这样子的字眼 那这样子的字眼 套在实际发生的行为上面 法官愿不愿意去试用其实不一定喔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 我们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嘛 就是除非你能够认定这样子的东西 叫做旧学上的一种歧视或者是差别对待 那要不然的话不见得能够真的成立这个法条的规范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啦 然后国防大学的部分啦 他们到底怎么理解艾滋病 或者他们为什么会对阿力做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要分开的这些行为上面的要求 其实说真的我到现在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明白 因为其实我们我们都知道就是 就是可以一起吃饭啦 可以一起洗衣服这些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 难道是有人告诉了他们错误的爱知知识 然后让他们相信了错误的爱知知识 导致了这样子的决定吗 我不知道 可是事实上在阿力发生这些被差别对待的行为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单位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在那个时候 已经跟主要在跟阿力谈的这一些 他们学校的这些工作人员老师 已经跟他们教育过一次了 其实不止一次啦好多次这样子 所以即便他们原本对于爱知的认知可能也许不那么的正确 可是我们应该已经做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已经传递了正确的知识才对 可是阿力在学校里面被对待的方式其实没有改变 甚至于我们也请在邦阿力看爱知的医生去跟学校里面的老师讲说 爱知其实是怎么传染的 然后日常生活情味不用担心 医生这样子的一个权威性人物也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就已经介入了 可是还是没有用 所以这个显然我比较倾向认为不是知识的问题啦 对那不是知识的问题 那就是背后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里面嘛 我们其实有知道一个状况就是学校在知道阿力有爱知之后呢 他们学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内部的决定的方向 就是要让阿力超这个自动退学的这一个方向前进这样 所以他们所有的行为 他们所有对阿力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达到阿力愿意自己退学这个目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最后其实是一种在被迫退学的情况之下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 那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对人权的侵犯 如果刚刚整个描述都是事实 而且的确也是来自于这个因素的话 当然我们看到国防部也许不会是用这样的理由 可是这个问题其实是普遍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爱知力男人者的受教权 甚至就业权可能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到现场要来谈 除了阿力这个例子之外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活里面 有哪些的类似的案例其实不断的发生 而在国外怎么去面对这个爱知感染者 他的受教权跟就业权相关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圆载报新闻 8月15日是二战结束第71周年 当时日本的军事性奴隶制度 也就是人称的慰安妇制度 使台湾、韩国、中国的妇女都受到迫害 至今还未得到道歉和补偿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 协助台湾目前仅存的三位受害者阿嬷 15号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 副委员会执行长康淑华认为 日本政府去年以10亿韩元 与韩国政府协商慰安妇问题的做法 毫无诚意 从日本政府要求民间团体撤除 在韩国日本大使馆的慰安少女同乡来看 证明日本政府毫无反省之意 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秦玉荣认为 所谓外交政策不该只有经贸外交 也应该有人权及性别平等外交 他要求新上任政府应认真表态 向日政府争取道歉赔偿 高教工会等团体于17日在劳动部前 抗议基本时薪迟迟未达到126元 高教工会召集人苏子轩表示 最低时薪126元是在法定工时下降 每月基本工资不变的状况下 经由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的计算工事 所得出的结果是打工途门本来就应该获得了薪水 根本不需要拖到9月的会议才审议 高教工会说明日前劳工团体的诉求 为基本工资应调涨为26300元 换算为时薪是166元 然而劳动部却连调涨为126元的合理要求都没有做到 非常糟糕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谢倩倩表示 依法趋至9月才能将基本时薪126元的提议在会议中表决 若要马上适用126元仍有行政程序上的困难 国道书废员抗争两年总算得到补偿金 国道书废员字就会强调 因为国家错误的政策导致工作权的损失 他们争取的是应得的权益 依据行政院宣布的专案补贴方案 总共947位国道收费员将依照个人年资 工作安置以及家庭状况来进行补贴 估计每个人可以领到15到70万不等 补偿金额估计高达5.9亿 将由交通部、劳动部及远通公司共同筹款解决 在明年农历年前入账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仲祥 在刚上一段的大原载报新闻 我们看到了一折浪大 其实还蛮开心的消息 就是民进党政府愿意去这所谓的 国道收费员的抗争去进行一些补偿 那这当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政府至少提出了一个善意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还可能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思考 就是总统去跟徐系统谈这件事情 是一件好的事情吗 那或者说有没有办法在制度上面 去更进一步的解决 特别是国道收费员 它背后是一整个的台湾公务机关 甚至整个社会的约聘雇非典型雇用的这些问题 而公务机关带头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对整个台湾的劳动权益 劳动环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恐怕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 再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我们要谈的是 在上个月底 这个阿力国防大学的学生 阿力被学校退学的这个案件 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 是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 林一慧 一慧你好 是老师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 其实也谈到了这个阿力的案例 整个的发展的历程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近这几年或是十几年来 对所谓艾滋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事实上照理讲它应该是有更进步 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看到国防部还是做出类似的这一种处置 我不晓得在台湾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二三十年来的经验当中 有没有类似像阿力这样的一种案例 我们的这些学生的受教权跟就业权 有没有因为艾滋的感染受到影响的例子 其实说真的 艾滋感染者在面临一些歧视的 或者是不公平的对待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所以案例有没有 有每天都在发生很多 但是有没有人 实际上走这个申诉 或者是法律救济的路线 有可是非常的少 所以就导致于我们能够在 我们外面的人能够看到的这些案例 或者是真的有机会进到诉讼 其实真的进到诉讼的更少啦 像阿力这样真的进到诉讼的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有些大概是用这个 我们的艾滋条例里面有一个规定 就是你如果受到歧视 你可以提出申诉这样子的 行政救济的路线这样子 可是光是这个行政救济的这个路线呢 其实被使用率也非常的低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过去的几年来大概真的有被罚钱的 有被做行政法还的公司 可能只有五家这样 对对 那为什么使用率会这么低 其实是因为 这个我们的规定呢 其实对于受害的爱自根案者这一方 或者说这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 而所有的成本都必须要他自己负担 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证据都要他自己花时间 花力气花金钱去收集 然后呢 这个申诉审议会议的时候呢 他可能又要跟原本的公司起假 或是怎么样 他才能够出庭去为自己讲话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真的有机会被认定 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歧视案件 那就算是这个申诉案成立了嘛 对不对 那可以这个卫生局 或是中央的卫生主管机关 可以做这个行政罚还 可是这个行政罚还 罚进来的钱 也是进到县市政府 或是中央的金库 而不是罚给这个受害者的赔偿款 不是 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申诉这个行政救济路线呢 其实我们未来应该要做非常大的修订 他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被使用 要不然的话 以使用率极低的现况来说 其实有点形同虚文 会不会有一种情况 在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污名的状况之下 这些艾滋感染者 他即使在职场上面 在就医上面 在就学上面 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恐怕他也会担心我 如果去走了这样的一个 救济或是诉讼的路途 会不会对我产生更大的社会压力呢 对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量 而且是 几乎每一个艾滋感染者 都是优先考虑这件事情 就是每次当我们问大家说好 那我们一起来做些什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 那大家就第一时间的回应就是那我会不会曝光 所以各位完全可以想象说曝光这件事情对于艾滋感染者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害怕 那其实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是最大的害怕 那就对应出艾滋感染者认为自己处在的社会环境非常不安全 所以他一旦曝光他就觉得他非常危险 那难道现有的这些相关的条例当中没有对这个过程对于他们的这些隐私或是各自有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吗 有其实有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申诉的这个流程啊 那呃所有的机关都应该以密件处理相关的这个文书啊 然后如果案子真的有进到这个呃法院的话呢 我们可以申请这个隔离审判或者是立命审判 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件每个案子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可是呢 这社会就是很八卦 然后这个社会就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媒体记者 所以他们永远就是可以找到这些资料这样子 所以所以呃规定有没有有 可是你能因为这些规定在那里 你就跟呃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保证说 亲爱的你放心出来 你一定不会曝光 我敢跟你保证 我我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保证 真的 嗯呃这其实会是一个很庞大的压力啊 那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好奇就是艾滋的这个议题的讨论 在台湾社会恐怕也有二三十年的这个历史了哦 那我们看到卫福部或是过去的卫生署 或者很多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也不断的在去导正这个社会的一般的大众对于所谓的艾滋的这种概念 我不晓得是在我们的政府在这部分做的不够呢 或是我们学校教育在这部分做的不够呢 为什么感觉起来这个所谓的整个台湾公共卫生在这部分的推广上面 还是有点有点不足 或者是说这个是在我们的文化上面已经建立了对艾滋的这种长期以来的一种恐惧的结果 我比较浅向是后面那个东西的作用力的影响 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其实艾滋的传染途径是哪一些 你现在随便在路上抓一个路人家一病丁 他大概都可以多多少少回答你一些这样子 可能我那么的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是应该大家不至于完全不知道这样子 那但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那好你当然可以在知识面补强 可是知识面补强的结果代不代表 社会大众对于艾滋感染者的接触度可以提高 我比较不觉得这件事情就会一定会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文化在中间的作用 态度在中间的作用 价值观在中间产生的作用 其实是更大的 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太多人受到早期艾滋是肮脏病 艾滋是垃圾病 艾滋是烂交的人会得到的病 是同性恋才会得到的病 你只要没有烂交 你只要不是男同性恋 你只要没有去嫖妓 你就一定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些印象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现在你告诉他说有一个国防大学的学生叫做阿力 这个人有艾滋病 那大家脑袋跑出来的就是 那他是个同性恋吧 或者是他外面怎么样的 总之他一定做了某件错误的事情 所以才使他得到艾滋病 那至于他得到艾滋病之后 这个社会怎么对待他 或者国防大学怎么对待他 也许过分的一点 可是原本他自己就有做错事这样子 这其实他也反映了 不只是我们对于艾滋病的理解的问题 或是文化的问题 他背后他更反映出 这个社会对某些类型的性行为 特别是同性的性行为的某种 相对之下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种看法 然后这两个东西他被连结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印象可能是更被加深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议题 不时会发生在台湾 国外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所谓的 艾滋就学就业跟就医等等的问题 我不知道在国外他们怎么去处理 这些所谓的艾滋病的就医就学就业等等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 还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前几年美国就有发生过 就是学生就学权的案子 那在这个宾州 宾州的这个案子 其实之后的处理算蛮成功的 虽然宾州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14岁的学生 然后学校知道他有艾滋之后 就是学校的理由是说 会威胁到其他学生的健康安全 所以希望他离开学校这样子 那至于他之后要转学 或者是要怎么样 就是随便他自己处理这样 那这个案子呢 宾州的地方法院呢 其实是有说这个学校不能这么做的这样子 可是宾州地方法院的说法 学校就是地方法院输了 但是学校没有理他的 对 那但是呢 中央后来有介入这件事情 就是中央的这个联邦法院呢 后来有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联邦法院后来有判这个学校 要赔学生70万美元 这个是一个还算高额的一个赔偿金 而且他是给受害人的 这个跟台湾不太一样 然后并且呢 还有罚这个学校呢 违反美国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法 叫做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保护法 那学校有违反这个法 所以呢 就罚了这个15000美金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这个学校的校长有出来道歉 然后有说愿意让这个孩子 就是回来继续念书 所以这个案子算是 就是之后走法律究竟途径 是成功的 跟台湾不太一样 对 我们目前还是一个蛮失败的状况 这样 这其实看起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观念的问题 当然这文化观念问题恐怕也是涉及到了 整个法院这样一个司法体系怎么去认定 然后他怎么去做判断的一个更大的问题 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环环相扣 必须要在更多关切的一些面向 那当然我们这一集节目里面 我们谈到的阿力的案例 也谈到了国外的一些案例 也谈到现在法律上面的一些 可能比较不足 或者是观念上比较不足的地方 但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假如说我们真的是一位爱知的感染者 我们今天在就业就学就医上面遇到了问题 除了这种自己要勇敢之外 在目前台湾的相关的申诉的管道 它的方式又有哪些呢 我们其实很容易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其实很容易遇到 甘者因为担心曝光的关系 而不愿意为自己做点什么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换个方法 我们用不具名的方式来走行政程序的处理 对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这个当事人跟这件事情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是脱钩的 但是坏处是有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减负一些证物资料 所以有的时候行政机关不见得 有足够的证据 他手上变成也没有东西 那就无法真的对那个机关 做一些比较实在的动作 可能到最后就变成说 了不起去给这个机关上上爱子的课 做做教育宣导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那样子的上课 回不回应这个当事人 在这个场域里面遇到的实际的问题 不见得回应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如果说当事人有些顾虑 那他自己本身也无法出来 甚至连一些文件资料都无法提供的的话 最最退而求其次的方式就只能这么做 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他一样会遇到 你刚刚提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看起来我们这样的一个对爱吃感染者权益的保障 我想不管是在文化观念 在教育上面 甚至在整个法律的程序上面 特别是对这些当事人的保障上面 必须要更周延 要不然这个问题恐怕在短时之内的 恐怕都很难去解决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宾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用更开放的心胸 或是更回到那个知识的本身 不需要莫名的恐惧 非常谢谢一会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下礼拜共同再会拜拜 我们下礼拜访